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今天来讲一个男孩和巧克力工厂的故事 男主查理一家人即在小破屋里生活,虽说生活穷苦倒也是自得其乐 而查理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每年的生日,因为在那时他能够得到一块自己最爱的巧克力 其余的快乐也就是仰望窗外那家最大的巧克力工厂 工厂的主人叫汪卡,凭借着鬼马精灵将工厂打造成了最受欢迎的巧克力工厂 然而在经历过盗版事件后,他关了工厂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便是随机发送五张参观工厂的奖券 最终还会选一个人送出超级大奖 就这样全世界都为之疯狂 前四张券分别被贪吃男、小公主、傲娇女和天才少年拿到 而第五张奖券也当然被我们的主角查理收入囊中 想当然主角光环还是发挥到作用的 具体过程就是查理用捡到的钱买中了带有奖券的巧克力 就这样幸运的五人来到了汪卡的巧克力工厂 在参观的路上,贪吃男因为贪吃被吸进巧克力管道里 傲娇女为了证明自己变成了一颗大蓝莓 小公主因为迷恋松鼠最后惨成炮灰成了垃圾 天才少年则是被送到电视机里当了一回迷你人 走到最后的只有查理 主角光环大爆发的他如愿得到了终极大奖 那便是成为汪卡的继承人 拥有整座巧克力工厂 然而代价就是永远和亲人分开 听到这儿查理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汪卡带着满脸疑惑离开了 过后查理一家依旧拮据地生活着 另一边的汪卡因为查理的答案开始无心制作巧克力 最后他在查理的帮助下 与自己的父亲解开了恩怨 影片最后查理收获巧克力工厂 而汪卡则是获得了家人的爱 不知道这段魔幻旅程有没有勾起你的童年回忆呢 想要获取更多电影资讯吗 那就快来关注同名微信汪哥说电影吧 说了这么多各位点个赞再走呗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